好,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电流表和电压表 正常接法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不管你接哪个量场 然后都是能给出正确结果的 但是如果我们非正常接法 比如说我接这两个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结果 包括我接这两个 比如说我接这两个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这个应该是 这个读书肯定是不对的 应该按指针来 这个也没有人给我提过 有好多错误 这个应该读书也不对 但是它的指针是偏的 明显看到指针其实是偏的 好,这个是这种明显 就是说两个结果 我们看指针不看读书了 明显是不太一样的 好,然后如果这样接呢 就三个接线柱我都接呢 比如说或者是我换一种 甚至这样 它会怎么样呢 对吧 就是说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接 或者我们这样接 就是说我们如果三个接线柱都去接的话 它肯定是会给我们一个结果 而一定不是说去显示连接错误 因为电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它指针一定会偏偏多少 这个有待验证 有调教的老师呢 可以拿那个真实的去做一做 然后就是说记住数据啊 或者是去看一下自己电表的那个内部结构 然后可以去探究一下 但它一定是会给你一个结果 而不会给你显示连接错误 所以说这个连接错误一定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对不对呢 就有待验证 因为你电表的参数不一样 结果可能也不一样 但是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反馈 就不管你怎么接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反馈 好 这个我就先讲到这里 有调教老师可以去试一下 当然一定要保障安全 别把表给弄坏了 好